南韓釜山沿海區域 道路全被湍流的黃色泥流給淹沒 街上完全不見任意觸目驚心 被南韓行認為史上最強的颱風 宣蘭諾過境短短不到三小時 帶來嚴重災情 南韓紀錄到的瞬間最大風速 為每秒43.7公尺 相當於14級超級強風 全國至少6.6萬戶停電 而在上慶北道浦向市 除了傳出有民宿 整洞被洪水沖走 還有多人為移動車輛 前往地下停車場後 不幸生亡或失蹤 這處農業工廠的太陽能板結構 被颱風吹倒嚴重坍塌 好在沒有波及無辜民眾 而颱風還造成浦向一處工廠 不但四周被大水圍困 一度多達29名員工無法逃出 還疑似由於電線短路 發生大火 農業工廠的太陽能板結構 被颱風吹倒嚴重 那麼颱風還造成浦向一處工廠 不但四周被大水圍困 所幸在水火夾工之下 這間位於浦向的二十多名工廠員工 最後全數平安脫困 雖然颱風遠伤 但約有八千多萬戶 房屋被淹沒 約四千七百人被迫撤離家園 已經重闖難寒 三菱新聞 金水會報導